欢迎收看周末版政治到了 我是许贵雅 今天我们要从几块来切入 小英总统正在拼外交 蔡总统他过境丹佛 这座城市是科罗拉多州的首府 这也是台湾总统第一次踏到美国的中西区 带来什么样重大突破 稍后我们进一步来谈 总统同时他要拼连任 那么面对韩国瑜 还有可能会选的柯文哲 郭台铭小英总统 他其实现在早就已经组了一个陆军兵团 力求要扩大他们的基本盘 至于韩国瑜的部分 除了说打空战之外 他也透过所谓的三层动员 就是包括有县市农余会 再到宫庙的系统 说两个月就要把全台湾 通通都扫过一轮 如果说他用这样的密度来拼选举的话 我们要把他请教一下 那你还有时间来拼市政吗 韩国瑜不该版不该 其实他就是在防训期间 他居然夸口说 你看我们现在高雄 治水有成 你看这下子 神话就这样破功了 网友就算 没有爱情产业链 倒是先看到的是爱情游泳时 等不到韩国瑜好好的拼市政 罢韩行动现在要长期抗战 他们要募资 第一波推出的像是这样 这个是什么 有T恤之外 还有警示晚工 这个晚工其实做了意境 叫做讲哇来看哇哇 还有这样的一个觉醒咖啡 韩国瑜现在可以说是父辈受敌 你看郭台铭他可能还没有死心 那么韩国瑜他要怎么样整合 还有他到底有没有心整合 恐怕后续还有一些相关的隐忧 而柯文哲的部分呢 他到底会不会选 会不会来搅局 看起来可能性是蛮高的 你看他最近连续炮轰 轰蓝他也轰绿 而且呢 工为越来越重渐 越失言 他的声量是越高的 当然这也影响到他后续判断 他到底要不要选的观察指标 好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来宾 欢迎民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台市大政研手教授范世平 各位好 大家好 前国民党立委罗书磊 各位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民党组织部主任李庆锋 各位好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晓鑫 大家好 自身媒体人黄创夏 大家好 好 节目开始呢 我们先来关注的是小英总统 他在出访呢 现在是在回程当中 过境的是美国的丹佛 而这一趟外交上面 屡屡都有突破 一起来看 丹佛乔宝宛宴中的蔡英文 台上致辞 凯霞幕僚也不得闲 你们有没有加入总统的 还没有 你怎么给我 你怎么会接受呢 好 这个加了 这个 scan就可以加入总统的 一听到可以加入小英 赖粉丝团 侨胞饭都不吃了 整桌人行动一致 拿起手机先加再说 马上加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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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差一捆了 有 有 确认 有 有 这个是 yes yes got it yes 成功加入大喊yesyes 小英过境不忘向侨胞喊话拉票 台上更提醒 台湾走向国际 别惧怕中国威胁 只要面对压力 总统要做的事情 只有一个 就是把压力抵住 我到哪里 中国的打压 又到哪里 因为他们不想看到 台湾的总统走向国际 和国际交往 过境丹佛最大的东道主 听台参议员贾德纳 接受台湾媒体采访 也呼应蔡总统谈话 小英过境美国丹佛 不仅受到爆棚的草包欢迎 顺便圈粉加入粉丝团 更获得美国议员用行动力挺 让这趟外交出访满载而归 我们看到小英总统 现在已经到了美国丹佛 这个城市 过境还要过境 两个晚上的时间 而且看到侨胞 真的是非常的热烈 那其实丹佛 它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是 这是台湾总统 第一次踏足 美国的中西部的地方 还有这里面 我们看到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士 这是美国参议院的 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 他也出现了 而且他在受访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说 现在是台美关系 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 请教庆锋哥 帮我们说一下 到底这里面 重大的突破 还有意义都是什么 这就是总统的责任 这是总统的责任 那 他现在的身份 当然就是以国政为重 以现在此时此刻 这个民主永续之旅 这就是当然了 台湾的所有的国民 应该以这个 这个小英总统 这一趟民主永续之旅 所达成的成就 应该要共同感到 光荣跟骄傲 因为这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 而强调 台湾跟国际上 其他国家的邦誉 有时候对于我们 一般的 人民大壮 其实是有点距离 有点远 不是那么的具体 不是那么具体 可是经过多年的努力 现在这一趟 总统的这个美国之旅 刚刚贾德纳说的 这是台美关系 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候 不仅是通过了 各项重要的法案 而实质上 小英用 中华民国台湾总统的身份 也正式首次进入 美国中西部 Denfer这个地方 那么跟美国的 很多的政要 有直接的接触 坦白说 这就是一个 准国式访问 我们也不会言 当然台湾跟美国 不是一个 有正式邦交的国家 基本上这个规格 就是准国式访问 就是官方的访问 那这个部分 我想要给小英总统 很大的肯定 当然这也对 我们在美国的侨胞 是一个士气的鼓舞 所以这次小英总统 到美国去的参访 各地这个侨胞的 接待的这个人数 热情都是超过以往 那么今年当然有很多 想要竞选总统人 到美国去 像韩 像柯尔都到美国去 包括朱 朱也到美国去 我想都不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再强调一遍 这不是候选人的角度 这就是总统的角度 我想应该要给他肯定 那比较可惜的是 那个场外的闹剧 那是比较可惜的 当我们看到说 用总统的身份 跟美国展开准国式的访问 而且是关系最好的时候 而侨胞也觉得高度期待 大量参与 这都是应该肯定的 但很可惜 你看到那个闹剧 是呈现出来 是中国方面的动员 因为上次打架 也是中国人打中国人 不是 台湾人没有加入 在纽约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要看出来 我们就要看出来 说这件事 在台湾来报 虽然现在在选总统 但在台湾来报 不管你是偏蓝偏绿 不管你支持怎么办 是应该要共同困定的 最烦恼 最烦对 小英勇 台湾总统 去美国奉猛 就是刚才的脑袋事件的人 就是中国嘛 所以他的抗议 他来抗议是有走路工 他来抗议的标语是自视的 他来抗议的是中国人 他来抗议的是这件事情 把他扯上是统一才是唯一的道路 我想这个地方 所有台湾人应该要看得很清楚 这个对台湾在最近 这个国际局势变动的情况之下 他如何站稳跟美国之间 稳固的邦誼 是有很重要贡献 我想对台湾的未来 也有很大的帮助 不管是在安全经济方面 都很大的发展 我们刚刚在提的是说 这个是台湾总统 第一次他到美国中西区 是一个大突破 但创夏哥你的看法又不太一样 因为他还有其他方面 军事方面意义的解读 外交当然有很多时候 是一个象征意义 所以能够在过去的时候 踏到美国中西部 而不是从边边 甚至有时候在安科拉治 在阿拉斯加那边过去 代表着美国跟我们的 外交上的支持 和合作关系是更紧密的 但是他这次除了去中西部之外 丹佛这边 还特别留了两天行程 里面其实是更证实了 我们跟美国的科技研究 和军事研究更深一步 因为他去了一个地方 是NCAR 美国的国家海洋大气局 NOAA 下属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下面的地球观测实验室 那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呢 因为在这同一天 我们的国家太空中心 和美国NOMA 就公布了一件事情 我们上次打出去的 服务旗号 已经完整地接收 第一批资讯 就是蔡英文总统 去到那个地方 去参访的时候 特别出来的 那为什么蔡英文总统 去的时候 特别宣布呢 因为我们的服务旗号 就是担扶了这个太空中心 在2010年的时候 由AIT带着他们 找了我们国安会 去拜访我们国家太空中心 拜托我们 帮美国层次服务旗号 所以我们他其实去看一下 就是业主 你拜托我们的 那大气气象局 这个服务旗号 到底有什么重要呢 气象卫系 它当然这已经号称 我们上次讲过 地表上最强的温度计 所以大气中的任何的 温度变化 化学变化 热量变化 速度变化 它随时可以侦测到 而我们大概是 所谓的心脏技术 全世界最好的 97分钟可以绕地球一次 所以如果有江西那边的 中共地下长城 所以一飞弹拿出来 当它一打出来之后 那个火焰 坦白讲 我们从那个日本的 向日葵就知道 它是立刻诊诊得到的 那我们就有了半小时的时间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会特别去看 跟着AIT去看 代表着 其实它去观测的是 我们跟美国的 这个飞弹攻击预警防卫 大家合作愉快 这十年来 我们合作愉快 然后另外一个情况之后 小英总统是 终于有下定决心 国建国造 潜水艇 而潜水艇最重要的重要是什么 反对方的登陆封锁 那封锁台湾 在潜水艇下面 他们也公布过 七条封锁线 所以你要对付潜水艇 你要侦测到潜水艇 我们的P3C 反潜机才有用 那其实NOAA 是全世界最强大的 海洋侦测专卫 他们收集了什么资讯呢 他们收集了数十年的资料库 所以有一艘船过去 上面的引擎 一转动 那个叶片 它是什么叶片 它是柴油引擎 还是涡轮引擎 通通的侦测出来 它是战舰 还是渔船 然后那个引擎里面 有没有哪个第三颗引擎 有故障 它是金鱼的声音 这么厉害 对 那是美国最强的 那其实也就代表着去的时候 就跟我们国建国造 将来我们的声纳 各种侦测技术 所以我是觉得 因为是当初在美国预算 在欧巴马的时候 小布希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预算紧缩 国债中快爆掉 所以他们没有钱做 所以请了我们做 所以我们的抚慰旗号 我们帮他做成了 所以这次我们合作了 所以小英总统 是接受他们的招待 他们是去向小英总统 向我们中华民国 台湾致谢 谢谢你们 帮他做出了抚慰旗号 那范老师我想要请教是 因为我们看到这里面 扮演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是参议院的这一位 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 那贾德纳他其实 除了他有访问过台湾之外 他也扮演好几个 跟台湾相关法案的推手 对 没有错 包含像我们所称的台北法案 就是2019台湾 这个盟邦国际保障 与强化倡议 这个台北法案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法案当然也是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推手 那我们现在知道 台湾旅行法在去年 川普已经签署通过了 那现在还有就是台湾保证法 台湾保证法现在也正在国会 那现在还有一个叫做台北法案 加起来就变成有四个法律 美国四个国内法 从过去我们讲台湾关系法 台湾旅行法 台湾保证法 再还有就是台北法案 这四个法案 作为一个支柱 来绑住 或者是来这个 像一个桌子的四个角 来稳定台美关系 那蔡英文这次的访问 我们看到一个最大的突破 就是到了我们住 纽约的办事处 可是可以说1979年 台美断交以来的首次 其实这是一个不正常的 这个我们住 美国办事处 就是等于是 我们的一个领事馆 我们应该可以去 但不正常的是 我们40年来都没去过 不正常变成正常 我觉得这是台湾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把一个不正常的状况 好像觉得是应该的 就是很多人知道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什么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就是一个女生 被一个绑图绑架之后 她反而爱上了这个绑匪 她觉得本来是不正常了 本来是因为是正常了 所以我们知道 台湾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是很严重的 就是包含中国对我们的打压 我们都觉得是应该的 像柯文哲讲的 就是说 国主权意识 我们不需要去谈主权意识 所以她认为被中国打压 我们就应该要吞下去 我们就要接受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一次蔡英文能够去到纽约拜事处 事实上连国民党的前外交部长 陈建仁先生都是肯定的 未来甚至有没有可能到华府去 所以我们在华府还有双向元 这是我们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过去是大使的官邸 现在并不是了 并且是我们招待美国华府 相关人士的一个很好的场所 非常漂亮一个建筑物 未来有没有可能去 我想也是有可能的 因此这是一个大逐货 第二就是刚刚提到她去了 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这是一个美国政府的部门 还要包含就是在这个 我们知道在丹佛还举办了一个茶会 直接来跟媒体来做对话 这都是过去没有的 所以甚至我们知道过去我们的这个桥宴 也不准记者进去 只能够由中央社来供这个公稿 那这次我们看不含在纽约的桥宴 不含在丹佛的桥宴 事实上都是这个公开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这次的的确他这个出访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访问的国家也比较多 其实是蛮辛苦的 因为我想蔡英文感想说 既然都到了美国 就好几个邦交国一次把他走完 的确是很辛苦 那我觉得也可以算是一个铁人团吧 那整团的这些官员来讲 记者媒体都很辛苦 十一二天真的蛮久的 对 真的是很长 十一二天的 过去我们总统大概没有出访这么久了 对 那世间议员 我要请教 因为我们来看 其实这里面刚刚有提到说有抗议的人 那是中国的侨民 他们特别跑来 总统去哪边的包 去纽约 去丹佛 他们都有抗议 那这里面你看他的标语 说什么统一是康庄大道 台独是死路一条 奇怪你知道去过 因为随行的立委都是同一匹 然后他们就说 这个标语怎么觉得越看越明显 原来在纽约的时候也用的是同一套 而且因为他们在纽约的时候 就是有中国这些侨民来抗议 你知道我们的侨胞 越看越收起 所以有一些在丹佛附近城市的 这一些侨民 他们因为看到纽约那一场之后 他们就买了机票 要飞去丹佛 那个贵啊 那因为他背后 背后出资给钱 要他们来的同样就是中共 中共的情报单位 所以那些人当然标语口号都一样 而且那些人太懒惰了 这是照说你拿了钱 收了资源 好歹你也认真一下 所以这很糟糕 但因为我听说他们的钱比纽约那一场的少 他们的可能心知水平不太一样 对可以可以 所以他们等于是变相的向中共的一个抗议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 很不简单 你看丹佛那个地方 成如刚才范老师讲的 事实上那个地方 我们台桥的数量并不多 而且要从科罗拉多各地 境内各地方赶过来 美国那么大有的还会坐飞机来 那最不简单的就是说 我们台桥能够打入美国中西部 到在那边工作或者就学 都是相当有成就 都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肯定 你看看 获得美国主流社会肯定的 我们这些台桥同胞们 他们不约而同 自发性自费的来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这个看在美国人的眼里 更觉得不简单 那么被驱使而来 收费而来的部分 奇奇怪怪 那些也不是过去的老乔啊 也不是所谓的华侨组织 也不是那也不晓得哪边来的 那些人看在美国人的眼中 很清楚嘛 那就是职业抗议课 所以这个高下立判 那美国是我们最重要的友班 其实蔡英文总统这四年来 每年都去把它列为首要 这是正确的 那我们不但跟美国 现在处于外交关系最好的时候 而且蔡英文总统 他很善用在我们跟他最好的时候 你看我们在军事采购上面 我们获得的F16V 那M1A2战车的采购权 现在还继续在谈判的 还有F35 所以等等等 我们台湾善用了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的国际局势 美国很清楚的 从公元2000年 他们注重中东忽略亚洲 让中共崛起以后 他们发现错误了 原来我们全球 善恶自由集权对立最大的根源 会来自于中共 他们背后驱使这些集权国家 所以当美国觉醒 那要捍卫自由民主价值 我们台湾又在 这个太平洋防线的第一线的时候 当然美国主观意愿之后 我们台湾去参与很重要 我相信现在如果是就像 四年前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就会很糟糕 因为美国已经很清楚的 希望听听我们台湾的声音 就是当中共对国际社会一再叫嚣 一个中国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台湾的民意跟态度 跟是什么 那小英总统很勇敢的站起来说 不 台湾有国格 有主权 有尊严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这个来讲 对于美国向国际社会 广征援助的这个部分 会有很大的正当性 这件事情你看 因为我们看这个民调是 东森新闻云他们做的 说两人对战的支持度 小英总统跟韩国瑜来比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说韩国瑜 他不是四成四出现吗 是我们组合不过过的时间 有这样的变化 因为其实很清楚 这个只是个开始 那个贵啊 未来这个差距还会越拉越大 因为第一点 当时韩粉们很疯狂 效忠地在家手电话 那么因为我们其他不关心国民党 比方说中间选民或者绿营支持者 会觉得这国民党的家务事在做民调 所以聚访率会高 所以当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时候整体社会民意的呈现 是有稍微的扭曲 但是第二点 那个民调 在韩国瑜赢的那个民调 对国民党而言也是真切的 是至少是在他们国民党内相比 那韩国瑜是最强 第三点 现在已经各党结束初选 已经提名确定了 那现在回归的民意就很真实 现在电话播去 不管是蓝营的中间的 绿营的民众也会接受访谈 也会答复 所以现在的民调最真确 因为双方阵营 现在只差最瞎的柯文哲 还没表态 还有郭台铭是不是加入战局 但是当蓝绿对决的时候 整个社会的民意已经呈现出来 其实我们在讨论说韩国瑜的民调 在经过了礼拜五的那一场雨之后 可能会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 会是一个转捩点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礼拜五的那一场雨 看得出来 韩国瑜他的不管是解决 还有说他为什么会形成 弄到那么晚 已经淹水了 到隔天他可以身影二十几个小时 才又出现 其实这都是对他来讲是一个致命伤 我们先来看这个新闻画面 身影二十小时残露脸 韩国瑜来到林雅区大楼 视察地下室淹水灾情 走没几步突然蹲下 短短几秒蹲下起立 一连串动作却让旁观者都傻眼 慢动作再看一次 后方国民党议员似乎被吓到 脸上表情超惊讶 看着韩国瑜摇起水来凑近鼻子嘴巴 起身继续往前走 摇水的动作又来一遍 韩国瑜一度让旁观者以为蹲下摇水喝 结果是 我要闻一下有没有油 或者有没有其他 不是喝 是要鼻子去闻 我每次看这个水我都担心 水里面有夹杂一些化学物质 加一些油 或者危险的感觉 所以如果这水比较清 就比较安心 韩国瑜当起好遗失 抵达受灾大楼逢水闭闻 还说的头头是道 民众怎么看 隔20小时出面 勘灾表现 一员直言看了一头雾水 韩国瑜会看后 只说要建立地下室防烟SOP 停留约20分钟离开 行程继续省影 而烟水大楼地下室抽了一天一夜 还没抽完 汽车泡水 明天就要上班 家园受灾还无法完全恢复清理 对照韩国瑜勘灾时的种种表现 是否把受灾地点当秀场 住户感受最深 灵灾害是好大的口气 但是韩国瑜他想的后来没有发生 其实我们看到 他不是常常讲说 莫忘事上苦人多 每天醒来 柴米油盐酱醋茶就已经很苦了 还淹水是不是更苦 但是我们看 这个韩市长怎么那么奇怪 他的行程呢 前一天在房在应免中心 是五点半的行程 是拜五的时候 拜老一直到下午的四点半 才又看到他的人 那他这中间都在干嘛 朱雷伟 你也觉得他的这个政治判断 哪边怪怪的 还是你有掌握他的行踪 那个你看 你看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也就是说 水沟冒出来的水 是水 也就是这个在哪里 在台北市的阳明山 那个也是冒出来 然后淹水 阳明山淹水 也是天下奇迹 那个山上 连山上都淹水 其实当然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的下水道的 一个排水系统 不是说你这个时候 清某一段 他就可以把水换 整个都没有了 因为他是整个 整个的那个 下水道问题 假如说你今天 你是清 你说你今天清山明区 那可是你山明区流出去 你是要越过别的区 那别的区的话 他那个还没通 那当然是不是 不是说 马上就没有了 这食语量的问题 已经超过限制了 那尤其是那语量之大 已经超过那个 标准 超过那个标准 那我是觉得说是这样 韩市长要加油 那个 现在民进党是用放大镜 用显微镜 在检视他 没空就要 就要你塞下去 又跳空 又要欧空给你跳 你自己 不要自己自己去欧空 这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 那个小英 他去出访国外 那个好像 当然很高兴 总统受到一个 很高的礼遇 当然身为国人 不分难力 是替他高兴的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而且我们要记得 历史的教训 美国对我们最好是什么 就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越坏的时候 他就对我们越好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想拿台湾 来压制 压制中国大陆 还有一个 就是台湾在太平洋地区的 一个战略的位置 位置很重要 那不要忘记 美国根本 在他的利害关系之下 他可以抛弃他的友邦 抛弃他的盟友 美国也曾经背叛过我们 美国曾经跟我们断交过 那大家现在在口口声 但是美国从来没有要 变成我们 可是他 也没有要打我们 可是他 那是两码事 我说美国对我们好 是什么情况 会对我们好 我们要去警惕 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市长在哪里 我们看看韩国瑜市长 在整个礼拜五淹水之后 他其实晚上七点多 还有一个行程是 他跑去一个餐会 那大家觉得说 那样的情况之下 高雄在淹水 你怎么还有心情去参加餐会 然后之后呢 你就一直都没有看到他的行程 拜到套炸 八点钟 有一个是豪宇的工作会议 他是交给他的副市长李四川 然后一整个一直到了下午 因为媒体一直想要问说 市长到底在哪边 四点半的时候 有他出现了 他出现在一个大楼 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地下室 有二十几个车都泡水了 而且淹的蛮高的 他特别去那边看 那我们知道说 我们本来在协巡说 高雄市长韩国瑜 你到底人在哪边 他出现了 但相隔大概是二十几个小时 所以我说李四川赶快去报警 协巡失踪人口 这个韩国瑜 我真的怀疑他真的是 大概市府是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 因为他太神秘了 回个家外面官邸不住 外面租个房子 在左营租房子 还要换车 我想他现在可能也不住左营了 因为左营那个被人家看 被人家曝光了是不是 可能又换到别的地方 可能市政府的幕僚 不知道他住哪里 因为他太神秘了 除了贴身的人之外 就一直找不到他 这二十个小时 我们知道他是高雄防灾的指挥官 你指挥官你照理来讲 你怎么可以让别人找不到你呢 人间蒸发 那你想想看 反而是陈其迈 所以有人就说 现在反而是陈其迈 在他当市长 其实台北这边 中央房灾中心就开设是一级 就认为说这个会很那个 结果呢 他们四点才开设灾房中心 而且只有二级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就表示说你料笛 太宽了嘛 我们要料笛要重研 那怎么料笛重宽 台北都认为高雄一定会淹大水 那你今天你既然你自己还轻忽了 当高雄市民都在淹水 在那边推了摩托车的时候 他在那边受访 受访两个小时 侃侃而谈的是国家大政 未来要怎么当总统 你不会看外面的窗户吗 你的幕僚不会说 报告市长外面雨这么大 都已经淹水了 你整个系统 你的情报系统失灵 你还在那里面 你当时应该说 抱歉 我现在暂时受访 暂停受访 我赶到灾房中心 如果有政治敏感度的话 对 灾房中心也在市政府里面 周末 周五提早下班 对 然后就是国政时间 可是礼拜五的下午 那个时间 其实真的的确还是上班的时间 对 然后到五点半 才进入渣海洋中心 然后抱怨说 怎么什么取找都没来 当然来不了 家里没有船 我不是家里摆个套船 随时可以摇过来 对不对 Uber也没有船 也不可能叫Uber船过来 他怎么来 除非你坐直升机 所以就表示他跟整个的 市府团队的螺丝松了 而五点半的时候 陈其迈是从台北南下 从他的行政 中央下班之后 赶快坐高铁下来 然后昨天晚上在那边 去勘察这个抽水站等等 所以我觉得 然后晚上呢 刚大家在高雄市民回不了家 因为整个都淹水 他竟然跑去参加这个厨艺 这个协会的餐会 餐饮 对 然后就八点多就不见了 下午四点才出现 那整个早上在干什么呢 大家都在怀疑 然后更好笑的是 王浅秋发言人说 他在南部 奇怪了 你在高雄就在高雄 你在齐津就在齐津 你在宿舍就在宿舍 你在市府就在市府 怎么叫南部 南部很广 屏东也算南部 嘉义也算南部 那他是跑到云林 回到云林去了 云林也算南部 那是不是你跑回云林了呢 那如果跑回云林 知识其大 当整个高雄市民都淹在水里面 你竟然跑回云林老家 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严重 我觉得韩国瑜你要诚实面对 如果是 请你就说我回到云林去了 我跟市民道歉 我没有跟市民在一起 共同来对抗这个水患 如果不是 也请你说清楚 不可以撒谎 这个他要说起 这攸关他的政治诚信 这二十个小时 我觉得高雄市民 有权利知道他去了哪里 因为高雄市民泡在水里面 甚至还有停电的 不是只有说淹水 还有停电的情况 你是不是落跑了 你是不是落跑市场 当初我们知道 城局只不过晚了一个小时 进了防灾中心 就被骂到臭头 你消失了二十个小时 你是不是应该晚上睡在防灾中心 你是不是晚上应该要睡在抽水站 结果你不见了 还有人说 是不是喝太多了 起不来 这个不敢面对 有政治盛事的人都应该知道 李四川到了现场去看的 淹水的大楼的地下停车场 韩国瑜为什么不出现 是怕酒气太浓吗 还是怕还没醒来呢 我搞不懂 还是有人说他是不是身体不好 因为他常常会忽然的失踪 如果他真的身体不好 我必须要奉劝韩国瑜市长 身体最重要 请你保护好你的身体 一个人 你是一根蜡烛 不只是两头烧 一个要当一个高雄市长 就已经很辛苦 你还要选总统 真的 生命是最重要的 如果没有身体 什么都是假的 哪怕你选上总统也没有用 所以我真的觉得 他如果为了他自己的身体 他是不是要辞掉这个市长 因为我觉得 他做的也很难过 我说实在的 他礼拜一从台北回高雄 他那个被提名的 在这个高铁站 就被高雄市民呛 说今天是礼拜一 不是礼拜六 难道你现在被人真的是 而且他这假好像请到 快要没有这个假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他自己做的很为难 算了 我觉得你就不要再为难高雄市民了 你就好好让一个想做 能够负责任 愿意为高雄市负责任的人来做 你也不用那么辛苦 你也不用一根蜡烛多头烧 你就辞掉市长 好好去选你的总统 然后健康最重要 然后你选上总统 才能够担任国家的大任 否则你像你三不五十就消失 二十个小时 三不五十就不见了 那高雄市民怎么办 作为一个防灾的指挥官 大家要依靠谁 那总不能要依靠李四川 李四川中学是你的副手 所以真的我觉得他真的要好好考虑 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为了高雄市民 你就放过高雄市民一马吧 求求你积极 这个帮就像你的积极英德 帮高雄市民做一点 你没有什么贡献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要让高雄市民每天活在这种 市长不见的恐惧当中 因为你是父母官 你是高雄市民所 大家你除了是一个市长 你更是一个精神的寄托 还有你是一个很重要安定民心的一个领导人 你如果不在的话 高雄市民的民心是不会安的 所以我觉得还有就是他 目前唯一的政绩就是苏清下水道 虽然我认为这个真的不能叫什么政绩 这个是一个市长应该要做的工作 可是你把他当政绩 好退一万步讲 就把他当做政绩好了 今天政绩证明是破功 当然很多人说 这个水雨量真的很大 不可不认雨量很大 屏中也有淹水 台内有淹水 为什么大家不去指责呢 因为人家没有把清下水道当成唯一政绩 我想要请教巧新 因为我们来看 你看719落大雨 那落大雨后 它的这个你应该要出现 市长应该要作证 大家的期许期望是这样子 那包括你看灾的话 也希望说市长可以跟市民站在同一线 但是它可以消失二十几个小时 这个真的蛮离谱的 你会不会看他这个事情 你也替他捏一把冷汗 其实你也不能讲说他都没有做 只是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因为他现在是总统候选人 所以大家眼睛都定在身上 所以几个小时几分钟都可以换算出来 就觉得说我就是要看到你 因为你现在是总统候选人 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他总统候选人的身份 让大家觉得你的高雄市政 这个是更重要 那他自己当然也会我觉得压力非常的大 那我要帮他讲一句话 就是说你想说下雨嘛 食雨量很大所以会淹水 这个大家都现在都普遍有这样子的观念 不管是在台北是在高雄都一样 那刚刚大家挑战他就是说 他的清淤到底做的怎么样呢 其实可以看这次高雄的排水 因为下雨天你食雨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不管在哪里基本上宣泄不及都会用 一定会淹水的 那也不是说没有清淤 而是说他的下水道 他能够承载的就是这么多 多出来的部分他就会变成积水或者是淹水 要去看他清淤有没有做好 那清淤的重点在于排水快不快 所以这次在高雄看到 有部分他今年刚清完的部分 他排水其实相对以前是有比较快 所以我觉得说虽然大家对于他可能要选总统 然后是不是有人在那边有一些意见 但是他有做的部分也不要去装作没有看到 原因不是为了他要选总统 原因是为了很多的市民朋友 他会觉得他加淹水 然后这个东西被拿来 为了因为要嘲笑韩国瑜 变成是一个焦点的时候 其实高雄市民朋友他们心情上面是不好的 我甚至有看到一些比较偏绿的意见领袖 他就讲说你们不要为了去嘲讽嘲笑韩国瑜 然后一直po这些东西 好像觉得我们高雄是特别怎么样 他自己心里感受也不太舒服 所以我们在评论的时候 我觉得他需要改正的部分 比方说范老师想知道他去哪里 那我觉得发言人有必要出来说明 那如果说清淡部分他有做 而且做的也还不错 做的比以前确实更多 这个我们也不要装作没看到 给他一个公平的对待就可以了 其实是因为他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因为他要酸中痛 所以检视的可能力道 本来可能是放大镜也变显微镜也有可能 所以我说像是用显微镜再看他 但是他是他先用哈哈镜再看他自己 所以他自己又是要 更加更加注意 但是因为一个状况是说你看 陈其迈他在淹水过后坐隔壁 马上下班时间他就赶去 他就去看永安这个地方 大家问说那谁才是高雄市长 因为市长不见了 大家会对他有一个期望 但是韩国瑜他在干嘛 因为他就去参加了一个聚餐活动 也不是说这种行程不能去 但是你知道那个淹水 同一个时间点就会观感有一些问题 但创夏哥你知道吗 我们在说那个淹水的大楼 他不是去看了吗 可是早上李四川才去过 那他下午又要去 那我不知道说是不是高雄 只有那个地方最重要 其实基本上这些事情 高雄是我们的同胞 不管谁执政 他都是我们的同胞 所以人积几利 人力几利 我们都希望他们不要被淹到水 这因为就不要被淹到水 这要严格的调告民进党 你们民进党党中要有好好的要求 陈其迈的市政团队 做好所有的灾访准备 这个其实也不是我讲的 你看 陈其迈是地下市长就对了 在礼拜六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高雄的朋友传给我的 因为那时候气象局 这下面两张是礼拜六一大早 气象局公布的 虽然那个巨降雨不会出现了 但是还有是有间歇性的大雨 所以他们就高雄来 他们就说他们高雄开了一个玩笑 那这个时候还是会淹水 还是可能有积水 所以因为他们的市长 礼拜六礼拜天 已经是要选总统的 所以不能去干扰他 所以陈其迈市政团队 要做好灾访准备 可是跟你们回来相声讲说 刚刚那个小金一直讲说 不要把别人做到的东西 没看到 这才是关键 水是 后来他们也一直讲 水推得很快 你看我这个杯子 如果把里面挖空了 我可不可以装水进去 是装的嘛 那水装得过满 会不会溢出来 会嘛 但是溢出来之后 怎么退掉 如果这个杯子里面积了水 我没有旁边的管线 没有旁边的排钩 我水退得掉吗 所以他不要一直讲说 他是清了下水道 然后就骂陈局没做事 公布出来资料 陈局是把那些排钩给清了 如果没有排钩清了 你水根本去不掉 所以呢 是谁在用放大镜 每一个执政者 本来就该接受放大镜 但是一个可恶的候选人 天天用哈哈镜 去看自己 把自己弄的呢 把别人都变成是扭曲的 他自己才是最正确的 这才是为什么 所有人那么痛恨韩国瑜 你把一个市政 把一个该做的事情 搞到这么莫名其妙 幸好高雄人 你们还有个陈其迈 他的市政团队 在帮你顾走 我为什么这样讲 清水怎么清的 你们看到吗 军团的抽水车 有没有出动 军团的抽水车 如果没有主动去帮忙 能够抽得这么快吗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 今天的问题 他现在已经面临了 他当年的时候 失落的十七年 大家在干什么 大家很好奇 接下来呢 大家要开始 就配合了范老师讲的 消失的22小时 你在干什么 你一个市长 如果搞到这个程度 而且呢 不要忘了 不要去扭曲 别人做过的好事 陈局他们 把牌勾清干净 你今天如果是一个 合格的市长 一个谦虚的市长 应该出来说 谢谢局且 你把大家牌勾清好了 所以他今天 可以退得这么快 创下跟你讲到一个重点 因为陈局不是没有做事情吗 而且那个韩国瑜 他po 我学过流体力学六年 对不对 我们基本上有科学的 这是我们的良心 说他清了那个 雨水下水道 这是我们的良心 就好像是在讲说 别人没有良心 那你看韩粉也是这样 看上面是这个意思 他们也会这样做 像是这一个 我请教一下 世间议员 人武阿宏 这个是高雄人武的 一个韩粉 他真的叫阿宏 他有一个粉丝专业 这个人呢 他非常的铁粉 他就讲说 为什么大水会不退啊 就是因为 陈局政府前朝遗毒 就变成说 怎么样淹水 都可以怪到陈局的身上 这是韩粉的逻辑 所以贵啊 我觉得其实韩国瑜 很可能去哪里 我认为他可能去拔筛子 我认为他说 这东西大条 其实神力无所不在 所以你看他的发言人 讲话也是很深 说那韩国瑜市场 现在在哪里 他说在南部 因为神无所不在 所以只能用一个区块 一个区域 大概是在哪个区域 那我是觉得清淤是 例行公司 这routine business 那治水防洪 也不是只有清淤 这样一个项目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 第一点 因为他去年要选举 那选举就是 当蓝绿在对战的时候 他当然就是拿陈局当季企 那就强烈猛攻 糟蹋修理 业余陈局 那么把陈局过去 有做的很多项 治水防洪的 他把它解说到 到他只了解到 说清淤 哪些地方 你陈局没有清到 所以用这个 他先用放大镜 显微镜 去看他前朝的治理 把它扩大 把它丑化 所以现在高雄有积水了 那高雄市民就会更反弹 如果去年韩国瑜不是用那种攻击性的 或羞辱糟蹋性的字眼 去业余攻击 陈局 前朝的治理的时候 不至于今天高雄市民会那么大的期待之下 才会那么大的反弹 那第二点就是说 你韩国瑜 你必须再扩大你的事业 你的幕僚 你的团队完全不足嘛 韩国瑜很清楚就是 是人不明 用人不当 他还在选一些 虾兵虾将 只会帮他想点子 搞宣传 真的要治水防洪 或者其他市政交通 种种的治理 那一定要有相当专业的人才 像韩国瑜 谈到现在为止只讲清淤 事实上 他有专业人才 你看那个李四川就说 哎呀我们不需要市长 因为这种治水是专业问题 专业的东西 我来就好 李四川自己说的 那这样选张三 李四王二 当市长就可以 那也不必要韩国瑜当市长 那陈如范老师讲的 那韩国瑜你现在就可以辞职了 所以讲这个 我就要讲这个都 李四川他们硬要帮韩国瑜拗 反而对韩国瑜不好 我是觉得韩国瑜 你当了才半年 知错能改 人民要求你的是一个态度 他知错人跑 跟你的能力 谁要跑了 那能力你可能没有相关 治水防洪的能力 可是你好歹你要有领导能力 你要有世人的能力 要有用人的能力 态度 态度就是你要勇敢坦然的面对 说这一次到现在这半年 你的市政成绩确实是不及格 尤其是在防洪治水这方面 那没有人去否定他轻瑜 只是一支谈轻瑜 韩国瑜 你的知识认识太狭窄了 那只是治水防洪的一小部分 包括你续洪的能力 包括你抽排水的能力的加强等等 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的 我想韩国瑜他最信赖的 他们国民党不是常常讲 他们有一个治水专家吗 李鸿源嘛 他好好的 如果今天韩国瑜的失踪 是好好的撕下去 就教于李鸿源 开班受课 那大家还可以接受 但是韩国瑜到现在为止 讲不清楚这二十几小时 韩国瑜不是说大家要探究你的失事 而是你担任了高雄市长 不打紧 你现在还是总统候选人 那你没有任何所谓的私密的行程 没有任何私密的时间 你所有的行程即便不是公务行程 你要曝光 你至少要让人家知道 你的行踪何在 不能再神神秘秘 主任委员 你有感觉说 比方说像是一个豪宇工作会议 一般都是主官 就是说市长他要作证 可是这么紧急 前一天才发生 隔天起来看不是市长作证 是副市长作证 这合理吗 当然一个城市 不要怪我们六都或是各个乡镇 当他发生某种灾害的时候 要如何去处理 一定有他的一个SOP的程序 我想台湾 台湾已经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年那个遇到水 每次台风避淹 或下大雨避淹 所以每一个城市 有他的一个治理妨害的一个程序在 那这个流程怎么走的 比如说你今天 当然大家市民都希望能够看到说 市长去看灾 或者市长组织某个会议 因为市长组织的话 大家会觉得说 你看看 连那个老大都这么关心的 所以下面的人 你看这种心态很重要 所以下面的人会比较 比较那个 好像不 错识态度比较不会松懈 可是他的可恶是什么 他去参加那些录影 参会 然后辣马家和茂林寺三地区 我去过 一下雨 渡都走不过来 就区长没到 你没有想办法去帮助那个区长 你还去骂他们两个人 可是 我要讲的是说 那个 那当然 你说今天市长市民也要到 市长到是安人心 可是专业到才是最重要 比如说今天理事长他去看 因为理事长是最方面的专家 他去看 他说 这个要怎么处理 其实假如说韩国瑜他去看 他也许他不知道说 这水是怎么抽 可是卒委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怪怪的是说 他现在是被酸中痛的人 他这时候不曝光去感受说 他事实上苦人多最快 我直接的说 然后把最偏远的弱势的 事人苦人多 原住民最可怜的 他把他骂了一顿 当然 那个现在刚提到了 我刚一开始就提到 现在是用显微镜在看他 那韩国瑜你自己本身 你就要这个捷舞 那既然有人点出说 你到底这22个小时当中 你跑到哪里去 你就说明一下 就是说你生病 或你身体不好 或者怎样 你就把它讲清楚 你到底跑哪里去 你就说明就好了 那个本来你总统候选人 你就是要接受检验 那检验你就把它讲清楚 那讲清楚以后 那你现在最重要是说 不是我们大家在吵 就是说怎么样来帮助高雄市民 赶快把水清掉 那将来我们这个东西 从陈吉时代 那时候陈吉不是夸口讲说 你花了花了这么多钱下去 我们那时候治水的一传里面 是给高雄 给云林 给台南 是给屏东 给它是最多的 那时候陈吉治完水以后 他站出来 快快讲说 我们相信 百年来的那个水贩 将来不会在高雄产生 马上破功了 马上是那个 那台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这个是我经常在讲 而且我最想了解就是说 我们每一年都变了几千亿 我们已经花了好几兆 在这个治水上面 那为什么还会淹 那你说 哎呀 也许我现在计划了 就计划二十年的 三十年的 那你为什么不要给它计划 计划成多长一点 因为你现在等于是说 你的钱是丢在水里面 因为其实放红 各个不管是再怎么先进的国家 它的那个食语量排水 它还是有一个局限 不过现在就是极端气候的问题 对啦 可是就是说 你应该 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措施嘛 其实我跟你讲 像我们以前 神政府在的时候 那时候就后来会神 就把它会掉 神政府在我们台湾 为什么有菌 有碑 有池塘 有沟 就在下雨的时候 也是一种制洪池的概念嘛 你等于把它弄起来嘛 没 沽水期 你看台湾很怪哦 不是淹大水啦 就是旱灾啦 那个没水的时候 就 就那个找不到水啦 下雨的时候就淹大水啦 这水跑到哪里去啦 我就觉得真的啦 这个当然是地方跟中央 一定要叙手合作 现在这个时间点 不是说怪来怪去 不是骂来骂去 你韩国瑜去骂城局干什么 那你现在 现在又 又跳出来说 曾经卖 或是民进党的 又跳出来骂 韩国瑜干什么 因为这个不是说某一个人 不是你说怪城局 那也不公平 你说怪韩国瑜也不公平 那现在就是应该说 怎么解决问题 我们不要怪韩国瑜 不过我想要问问一个 是政治动机的问题 庆丰哥 因为我说 为什么说是政治动机 就是说 为什么是让李四川 他来负责这一个 豪宇工作会议 他变成冒出头的一个主观嘛 那当然有一个问题是说 他比较负责的是这一块 治水这一块 但是还有一件事是说 传出李四川 可能是韩国瑜 接棒的首选 你干吗干吗 没有啦 没有 那个乱讲的啦 我这是一码归一码 反正 我是让人刚刚 那个罗伦员提的 大家要回到事实的 要评论的话 要有事实的根据 那就从李四川谈起 一来他的出身 事先议员也知道 李四川的出身 其实他在新北市 台北市服务过 然后大概就是 就是工程 工程 这部分 有累积了相当多的经验 这个是事实啦 但是这是跟 这跟首长的政治责任 他对市民的态度 这是两回事 这是两回事 那至于李四川谈会不会接班 因为据说他自己 本身是没有什么兴趣 他说他自己是拿锄头 不是拿麦克风的啦 那现在去讲这个 就是把他扯到 未来高雄市市长 如果韩国瑜选总统的话 谁来接班 韩国瑜又不会辞 韩国瑜不一定当选 这个事情扯太远 但是我要回到 刚刚那个事实来 其实民进党包 还有行政院 并没有人在水患 这件事情上面 谴责韩国瑜 或用放大镜 行为镜来解释他 我要强调 你们派了一个市政团 就下去了 是谁 是谁用放大镜 行为镜来看这个 淹水或积水的问题 是高雄市市民 是高雄市市民 你看在昨天 大量涌进市长脸书的 难道是创下李清风 王世坚议员吗 就是在地的高雄市市民 这个是韩国瑜 必须要正视的 这不是什么行政院操作 陈其迈下去 带来的什么 1450网军 所以这个态度很重要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 虚心知道都市排水 是一个专业 他有各种问题 不是只有情愚 你 我说实在里面 有现在的议员 还有世间议员 还有我们这个 创下是理工科跟我一样 他大有他的都市 防洪排水的设计 他有他的系统 抽水 制洪 你的这个 都市排水的主干管 下水道清淤 有太多了 可是因为 市长你说 清淤是我们的良心 然后拿出来秀 然后怪前朝 而且大雨来 没有警觉心 还说做零灾损 什么叫零灾损 汽车泡水 机车泡水 不是灾损吗 我的丈母娘家里 昨天就淹大水 那不是灾损吗 我的意思是说 那你的心态问题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是苦民所苦 世上苦人多 你会跟这些人站在一起 但是你不是 你参加的是参会 你不是 你是二十几个小时 不知道跑去哪里 我讲的不客气一点 市长这个态度 不仅是对市民不公平 对在第一线的公务人员 也不公平 那些为了水化 忙进忙出 搞水利的 或者是区公所 民政局的人员 环保局的人员 所有事务人员 第一线在防灾的现场作战的人 也不公平 那你这样子没有办法领导团队 只靠一张嘴 完全是不负责任靠口号 这样对得起市民大众吗 我再不客气地讲 这不是民进党要检视或行政院 晚上八九点 他才取消行程 星期后本来是要到台中 去感谢派系的 这不是事实吗 都已经明明知道有豪雨特报 明明知道有强降雨 极端气候下有太多因素 如果你留下来跟市民坐在一起 留下来跟市民站在一起 会有这些批评吗 所以我认为 罗伟委 我是说这个 我刚刚没有讲话 所以我没有强领话 我说会放大检视韩国瑜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是总统候选人 而是因为市民对于他的态度 不用心已经受不了了 这句话一定要记得 韩国瑜是要好记得 其实从网路上的反应 的确看得出来 市民蛮受不了的 尤其是他前几天讲说 自水成功了 话讲得太满了 再加上后面这个灵灾害 他也是讲得太满了 当然引起很多很多的负面声浪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讨论